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山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药物通缘的食品,营养价值,药物的都比较高大 今天用山药给大家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山药这样搭配着吃,可以起到不慎、养胃、预防高血压、预防高血糖、预防高血脂 还能够预防肝病变变,搭配到一起,多种营养成分得到最大的发挥的 而且有利于人体的吸收 我们先准备山药 山药粘液具有很高的药物价值的 山药刮去外皮之后,粘液不要丢掉的,直接拍扁就可以 山药突出的功效可以补肾 异肺,特别对于肾虚引起的酒壳补育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很多人感冒好了,但是老是咳嗽不止 断断续续的不能好利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山药煮水喝 能够很好的缓解这些情况 咳嗽不一会儿就可以好转 咳嗽一两天就可以好转的 山药对失眠有很好的帮助 吃山药能够降低血糖 山药中的可溶性纤维 可以帮助排空胃里面的食物 从而控制饭后的血糖值升高 有很好的降血糖的作用的 山药可以还好的养胃 滋补肝肾虚的 养胃的 移经的 早歇的 都可以吃山药 这些情况都是肾虚表现 山药是可以补肾的 吃山药对我们的肾气不足 腰膝酸软 腿脚无力都有症状 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些情况 并且吃山药呢 对我们脾胃比较友好 经常胃里不舒服的 胃不好的 消化不良的 都能够使用山药 山药尽量选择铁棍的山药 营养要比普通的山药高上一层大 而铁棍山药的酷感也比较好 我们准备南瓜 南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南瓜含有维生素 果胶 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粘合消除体内的细菌 毒素 其他的有害物质 如重金属 拱 方式性的元素 能够起到解脱的作用大 南瓜所含的果胶 还能够保护胃肠道粘膜 免受粗糙食品的刺激 促进溃疡愈合 适用于未病患者 南瓜所含的成分 可以促进蜂蜜 加强肠胃的蠕动 帮助食物消化 南瓜内含有丰富的菇 菇能够活跃人体的新陈代谢 促进造小的功能大 并且参与人体内维生素B12的合成 是人体胰岛素细胞所必要的微量元素 对防止糖尿病 降低血糖有特殊的疗效 南瓜能够消除致癌物质 亚硝酸的突变作用 有妨碍的功效 而且可以帮助肝肾功能恢复 增强肝肾细胞的再生能力 老年人吃南瓜 能够还好地帮助睡眠 因为富含的四胺酸 负责帮助人体制造血清 这种神经地质有放松心情的作用的 可以缓解紧张感 而且能够改善心情 因而有助于睡眠 南瓜还具有抗热的作用 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E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作用的 能够有效地保护机体免受一些四油基 或氧化物的损害 所以吃南瓜可以延缓衰老 红枣我们都知道吧 也都爱吃 是还好的滋补佳品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特别地爱吃红枣 脾胃虚弱的 腹泻的 贪慢无力的人 每天吃几颗红枣 或者与白树共用 可以很好地补气 健脾胃 达到增进食欲 止血的功效 红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算得上是女性朋友们比较爱吃的一种食物 红枣作为滋补佳品 食料药膳中 经常吃红枣 可以还好的不养身体 滋润 易肺 女性朋友们每天吃几颗红枣 能够养血安神 效果比较好 心情不好 我们可以用红枣煮水和 达到还好的养血 安神 树干绝育的功效 红枣要是通缘的食材 既能够入药 也可以直接食用它 用药也比较广泛 红枣里面有枣糊 枣糊需要去除 枣糊比较燥热 不要食用它 枸杞可以滋补干肾 枸杞是一种比较好的 相对平和的补气药 主要入肺 肝 肾 肾 静 可以滋阴 补肾 还有明目 增强免力的作用 延缓衰老 枸杞可以增强 非异性免疫的作用 枸杞中的枸杞多糖 可以提高巨氏细胞的吞噬功能 可以增加抗体细胞的数量 对肿瘤细胞的活性 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我们再准备小米 自古以来 小米被称之为是羊胃的佳皮 小米主要的功效 可以补脾胃 黄色入脾 小米是黄色的 可以合胃温中 所以小米对拉肚子 呕吐 消化不良 以及糖尿病患者很有帮助 五骨都具有养精气 补肾气的作用 但是五骨当中的小米 补肾效果是最强的 小米性质偏寒 五味上略带点咸味 咸味入肾 所以小米具有补肾气 助元气的功效 经常脾胃不舒服的 或者是消化不良的 我们可以喝小米粥 能够很好地养胃 助消化的 我们把洗干净的小米 南瓜 山芽 红枣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中小火慢煮三十分钟 煮好之后 我们加入几颗枸杞 枸杞呢 是可以生吃的 所以不要去煮 直接放到碗里面 我们搅拌搅拌 就可以直接吃 营养好喝又美味的 南瓜小米粥做好了 加入食材比较丰富 南瓜 山药 枸杞 红枣 小米 都是营养身体 滋补身体的好食物 经常喝一喝 可以补肾 易经 保护肝脏 保护脾胃 降低血糖 养血又安选 明天早上喝上一小碗 比喝人参汤还要好呢 营养丰富 口感好 经常喝一喝 可以很好的滋养身体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很多 尤其是老年朋友们 经常喝一喝很不错的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养生知识 给大家更新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